24岁博士毕业 25岁成大学教授 26岁成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 28岁担任高校副院长 拒绝国外千万年薪 毅然回归祖国 她就是本期《太史公要讲》的 中国最年轻女科学家刘敏珍 我是一名90后 11年前到英国留学 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憧憬 但随着时间推移 我对国外的发展有了更全面深刻的理解 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国内外的差别 比如欧美发达国家 存在社会治安欠佳 物价过高 基础设施建设缓慢等问题 而在中国 女孩不太担心 深夜独自一人去坐公交 如果留在国外 也许会有相对完善的条件和平稳的生活 但是一眼能望到十年二十年后的样子 回国后会面临很多挑战 但也意味着个人的发展有更大的空间 我们的机遇和成长都在祖国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 我从心底感受到祖国的召唤 只有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大地上 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 2019年9月 为迎接祖国即将到来的70周年华旦 刘明珍以亲身经历为内容 生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心路历程 除了言辞间流露出对祖国的热爱 在这个年仅29岁的女科学家身上 大家还看到了更多的光芒 1990年5月 刘明珍出生于重庆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 父母便给予了刘明珍足够的安全感 他回忆道 一次我考试考试了 回家哭得很伤心 我爸知道后就乐着说 来 我给你一个奖励 正因为父母耿直而开明的教育方式 让他能够一直在不断的鼓励中成长 在这样的良好氛围下 刘明珍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在拼命汲取知识的同时 他将目光投向国外 为了见识到更加宽广的世界 上了高中之后的他决定出国留学 即经挑选 刘明珍把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为了顺利通过考试 他每天加班加点地学习 熬到半夜一两点是常有的事 一本雅思词汇素记 书页都被他翻得卷编 黄天不负有心人 18岁的刘明珍 终于收到了来自布里斯托的录取通知书 得知自己考上了那晚 他兴奋地彻意未眠 全然不知自己即将迎来更大的挑战 18岁第一次出国 他拖着将近50公斤的行李 独自来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宿舍门口 因为没有预约而被拒之门外 求学第一天就让他吃尽苦头 然而这才仅仅是开始 随之而来是课堂不熟悉 生活不适应等问题 第一次上课 老师就发了一个电路板 同学们都会操作 他却连开关都找不到 除此以外 最初几个月的学习 他都需要反复听两三遍课堂录音 才能完全信纳老师讲的知识 由于饮食习惯不合 除了上课 刘明珍唯一的课外生活 就是和几个同样来自重庆的女孩子 一起做美食 在国外的前几年 他把独在一厢求学的心酸和艰辛 经历了个遍 但骨子里的坚韧与倔强 让他时时刻刻清楚自己此行的目的 他打起精神 主动融入英国的社会生活 经最大努力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 遇到问题就一头扎进学校图书馆里去解决 以至于图书馆的管理员换了几个 他都一清二楚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 刘明珍本科三年都是全系第一 连一向严苛的导师都对他赞不绝口 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称他是自己带的第一个能拿八十分以上的学生 2011年 21岁的刘明珍 结束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本科学业 紧接着 不愿就此停下脚步的他 决定到剑桥大学 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申请的过程中 他凭借出色的能力和真诚的态度打动了导师 在当年十月 成功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工程员 就读工业系统制造及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 本以为人生至此就已足够出彩 但老天似乎还想更加厚待一下这个优秀的女孩 进入剑桥仅仅一年 他就成功获得了硕士学位 想要不断挑战自己的刘明珍 在2012年9月 再次顺利进入牛津大学 光电光伏研发中心 攻读博士学位 在读博期间 眼光犀利的他 跟随导师开始了一项较为新颖的课题 关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制备工艺的研究 为何一个管理工程的研究生 要选择光辅光电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呢 对此 卢明珍有自己的理由 虽然自己身在欧洲大陆 家国情怀深厚的他 心心念念的 仍是那个美丽的祖国 众所周知 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 而复原辽苦的中国 不仅是能源消费大国 而且能源资源非常有限 这其中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煤炭 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 能源以煤炭为主的国家之一 煤炭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基础性能源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表明 2013年 全国煤炭消费量36.1亿吨 占一次能源总消费量的60%以上 除了煤炭消费量占比居高不下 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 也短期难辨 根据数据显示 2012年 煤炭提供了电力燃料的75% 钢铁用能的85% 建材用能的71% 而从消费结构上看 电力用煤占52.9% 钢铁用煤占15.3% 建材用煤占16.1% 种种数据中 煤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与此同时 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燕德推算 以2013年 我国的总能源消耗总量 37.1亿吨标准煤为基准 到2050年 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 起码要控制在65亿吨标准煤以内 但要控制标准也绝非易事 因为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即使做出很大努力 煤炭的绝对年消耗量也难以减下去 除了对煤炭的巨大消耗量是个问题 煤炭长期大规模开发利用 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我国53%的煤炭资源深埋在1000米以下 赫煤和低变质程度烟煤占55% 优质煤炭资源逐年减少 开发重心逐步向西部转移 开采难度逐渐加大 同时满足安全高效绿色开采条件的科学产能 仅占三分之一 这也是煤矿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 尤为紧迫的是 煤炭属于高碳能源 我国又以碳排放系数最高的煤炭为主 污染十分严重 有统计显示 在主要污染物排放中 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占90% 氮氧化物占75% 总悬浮颗粒物占60% 同时每年还要排放数亿吨废渣 重金属超过2万吨 对人体危害很大 此外 煤炭输配不合理 煤炭调运形势紧张 煤炭利用效率低等 都是我国能源消费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刘明珍 把目光放在了电力上 既然在煤炭消费结构中 电力用煤占一大半 那么就用太阳能电池来代替煤炭发电 不仅可以节能 而且还能减轻环境污染 但传统的硅基材料太阳能电池成本高 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因其成本低 光电转换率高 制备工艺简单等特点 成为太阳能电池材料开发的新宠 不过关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还只停留在理论阶段 想要攻克这个堡垒 就得研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科研就是要抢占先机 刘明珍说完这句话就开始行动了 半年多的时间里 在导师指导下 他每天都有十几个小时 泡在实验室里 希望抢在本领域的最前端 获得研究成果 经过日复一日的不懈努力 2013年9月 23岁的刘明珍 在世界科学领域顶尖杂志 《自然正刊》上 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其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 独创性研究成果横空出世 这一成果不但有利于解决 困扰该跌层电池 以及工艺化发展的瓶颈问题 还在钙钛矿太阳 太阳能电池器件技术 和基本理论上 取得了重大突破 而钙钛矿作为新能源开发的新宠 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和跨国企业 都不惜砸重金研制 然而研制多年却无功而返 这次却被来自中国的刘明珍 抢先一步 为我国在新能源领域颁回一局 根据SEI的数据显示 刘明珍在自然上发表的相关论文 被他人引用已超过四千余次 是该领域里 引用量未立前三的文章 由于取得的成绩太过耀眼 刘明珍仅用三年时间 就拿到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 彼时的刘明珍才刚刚二十四岁 由于民生在外 毕业后的他很快就说到 来自全世界各国的橄榄枝 与此同时 导师也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一切 如果留在光伏研究中心 除了优越的科研环境 还有千万级别的年薪 而且这个数字只会增加 不会降低 可让导师没想到的是 面对如此优惑的条件 刘明珍居然丝毫不为所动 因为他深深明白一句话 科学无国界 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即使那时的他 还并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科学家 抱着这样的信念 刘明珍将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回国的专机 他在国外取得的科技成果 统统带回了国内 在万米高空之上 他想起了有位名人曾经说过的话 他乡虽好 但却不是九流之地 得知刘明珍回国后 好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向他伸出橄榄枝 但惦记着自己的事业 又有浓厚穿雨情感的他 觉得电子科技大学最适合自己发展 而这里的领导求贤若渴的态度 也打动了他 最终他决定留在电子科技大学 一到学校 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太阳能电池的产业化事业 先后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科研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 他渐渐由教授升任为副院长 同时还担任该学校的博士生导师 2017年他签图的项目成为电子科技大学 首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项目 与此同时 他自己也成了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并荣获第二十二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十八岁出国 二十一岁读博 二十八岁成为最年轻副院长 刘明珍的身上有太多精彩之处 然而 他的不断努力又告诉我们 这世上哪有什么一战成名 有的只是百炼成钢 只有秉持初心 奋勇前进 才能报效祖国 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